请看下一集 52号选手 三位评委老师好 我叫飞驰了二狗 是来自哔哩哔哩的中年小伙伴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B站总部的话 用我的工牌在楼下便利店买东西能打八折 公元2022年 某款宏极一时的社交软件 由盛转摔 朋友圈里只剩下一些二代智能机器人 在机械的点赞评论维持热热度 阿强的朋友圈只剩下阿珍一个活人了 他每天看阿珍发的搞怪的自拍 还有转发一些球星的八卦 偶尔会有点小互动 阿珍会俏皮地问他要点小红包 这种和活人互动的感觉 真好 后来阿强突然消失了 阿珍手足无措 沉寂了一周 阿珍说 阿强 我想你了 头 头为什么这么疼 此时此刻在另一头阿珍的屏幕上显示红色警告 程序错误 第三代智能机器人 情感出现波动 请求立刻清除数据 哦 哦 哦 工工AI是吧 不能让他有感情 不错不错不错 哦 那就开述了 第二道 嗯 公主吃了毒苹果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直播吃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五分钟后 公主 足 王子很伤心 随手取消了关注 然后点进了睡美人的直播间 连刷了十艘豪华游轮 结果这一切都被他的媳妇小魔仙看在眼里 但是三分钟的是加把伺候 芭拉芭拉能量 Soul都卡了 哈哈哈哈 在天空中一道闪电劈了下来 王子变成了青蛙 哈哈 这王子的媳妇竟然不是公主哎 哈哈 哇这个很扎实啊兄弟 你要不要考虑 听一下部门来我这边报到就 哈哈哈哈 他这两个故事风格还挺不一样的 也是一种思路 挺好玩 嗯 打嗨吧 这关会包吗 风肯定会高 我个人感觉肯定会高 我觉得能二十一二分吧 差不多 哇 哇 不是吧 好谢谢 啊为什么才十八分 少了这个班 我都觉得二十五以上 是啊 后面变严格了 路到后半段的话 你们每一个人的评分可能都 代表着有人要离开 所以说那我们这个评分标准可能会跟前面的有所不一样 十八年后 老徐的老公被气死了 你不解释我没听懂 啊 谢谢 慢慢的标准定下来就会给的严格一点客观一点 除了逻辑之外我可能还需要看到更多的东西 公主吃了毒苹果变成了小蝌蚪 王子怕他找不到妈妈 于是王子变成了青蛙 第二个有点 有点减分 就在这个时候 电梯的门开了 老哥的脚已经伸出来了 太疼痛了 长了一堆根没有点的 好 谢谢老师 我们毕竟是一个有竞技性质的综艺嘛 那么作为评委还是尽量的要贴近规则 其实都是有一点严重的跑题 或者是这个故事本身有比较大的问题 我才给了低分 OK 接下来有请我们故事王最丢人的一名选手 进入我们的舞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喽 哈喽 好 好 武警官逮捕了一名抢劫犯 那么在搜查他的家中 发现了一把剁肉刀 武警官突然想起了他家中 刚出锅的大牌真相 怎么听完这么可怕的故事 他现在笑得起来了 哈哈哈哈 我是太害怕了我都要哭了 哈哈哈 那我觉得如果这个也比十二分要高 那真的是 你一旦洗脊品也是有问题 看到了没有 尊重的丢人就是我 还要玩了吗 接下来请看下一题 倒计时开始 好 有人抢答 六十八号选手 请看下一题 二十七号选手 有请 请看下一题 来 有请三十二号选手 二号 二号 快点轻到我感觉 王二做完了今天的工作 他打开衣柜 把制服和警棍挂到了自己的衣柜里面 这个时候 门铃响 王二打开房门 发现门外站着一个身着 检修人员装束的人 这个人告诉他 他来检修天然气 王二把这个人让进了房门 检修员对王二说 你最近还是少让陌生人进门 因为最近 因为最近有一个身着工职人员衣服的人 入室抢劫 入室抢劫 说完 检修员回头冲着王二笑了一下 王二 警惕地拿起了身边的一把美术刀 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检修人员已经拿枪对着了他 第二天 轰动全市 假扮保安人员入室抢劫的罪犯落网了 不错 这个不错 哇 这个厉害 就其实王二是坏人 这个家原本是没有人呐 憋了二十年的王铁南呀 终于鼓起了决心 向他的心动女神王小美进行了表白 但是谁想到呢 王小美也暗恋了王铁南二十年 天呐 两人一拍即可 王铁南当场激动的跳上了树 开始狂欢起来 我终于成功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啊 一个扎了扎片 骑行车的小朋友啊 跟他妈妈路过来这里 这个小朋友啊 指着那个 王铁南对妈妈说 妈妈你看 书上骑个猴 哈哈哈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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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啊 小林岗 啊 下令将村子里所有的豆腐渣工程都给拆毁 那地的豆腐渣隔壁小孩都成功了 哈哈 这还挺有脑洪的 就老徐生了个不孝子 有的人跟他说棍棒底下出孝子 老徐听了之后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他苦练棍法 把说他的人都打了一对 成了一套八指 老徐坝是一个坏子 这是完整的坏子 我最喜欢的应该是 一个一本正经温骚拍 对 它就是好笑的 荒诞的 比较容易占便宜 我也会给告诉人 很多人会走喜剧路线 但我们也是需要看到一些多类型的故事 然后他的故事其实是 一个是相当的扎实 另外就是他的类型是不太一样的 请看下一题 倒计时开始 好 有人抢答 我们GAME联盟了 太厉害了 我是来自 比利比利游戏区 GAME的 云星河UC 我是奔决冠军来的 我觉得我最大的竞争对手 是云星河 他的脑洞真的很大 而且反应很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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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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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送你的 谢谢 谢谢 还有小礼物 谢谢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啥呀 小纸条 是 我 我 我 不要再引用这个名人名言了 在喜剧这方面呢 我比较欣赏李淡老师 我觉得 他 他 在各种场面上面表现出来的自我 都是不一样的形态 不让我觉得自己也有点像他 其实我的头也很像半总 我是来自 逼逼逼 那个游戏区 GAME的头盘